深夜,业务弥漫的一个街道,一家肉食店诡异的竟然在开门营业 店内性感而漂亮的老板娘正在用锋利的刀具划开着一道又一道排骨 老板娘的刀工干净利落,很快将一个巨大的排骨全部清理干净 此时,墙上有个蟑螂正在爬行 老板娘眼疾手快,顺手将一把刀具飞了出去 这下,刀尖不偏不已刚好切中了蟑螂 她就是今天想要介绍的电影的女主角小美 进入电影,人川警署刑警队忽然接到了凶杀案的报警电话 有人称,在一家高档宾馆房间内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一位刑警队金九号队长刚好当天轮休 于是警署赵科长亲自赶来,准备对现场进行勘查 只是他也很久没有亲自侦破案件 于是警警在案发现场简单看了几眼 又问了问宾馆负责人一些问题后,便叫来新人刑警小嫖 喊他立即将正在轮休的金队长叫到办公室接手调查这起案件 过了一会,赵科长回到了警署 刚刚落座,一脸疲惫的金队长在小嫖的陪同下 走进了刑警队办公室 此时,刑警老崔拿着刚刚出炉的现场鉴定报告来到赵科长身边 而已经在来的路上,从小嫖那里听取了案件情况的金队长 马上把鉴定报告先行拿走 根据调查,死者为男性,叫江正宇,年龄38岁 是仁川私立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 根据宾馆的监控记录和对工作人员的问询来判断 凌晨4点3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独自离开了死者的房间 随后根据江医生的要求 宾馆前台在4点04分打了个叫醒服务电话 工作人员确认当时江医生还接听了电话 另外,根据死者江医生的手机短信聊天记录来看 那个离去的女人应该是同一家医院的实习女医生女西珍 接着,金队长马上来到了法医室,找到了法医高姐 高姐当然知道她是为今天的凶杀而来 于是她也给金队长说明了经过尸检之后的一些新的发现 高姐称,从伤口上判断,凶手应该是右撇子 作案凶器是一把奇特的刀具 作案手法来看,凶手应该具备熟练的刀工 凶手先是划开了死者的左右手腕和左右脚踝的动脉血管 让其流干血液,让凶手在死亡之前充分体会了痛苦 待死者血液差不多流尽的时候 凶手最后才给了死者脖子的大洞卖致命性的异刀 听取完法医的报告 金队长马不停蹄又来到了案发现场 进入房间内,她首先查看了全蜜蜂的窗户以及换气管道 在确认凶手几乎不可能通过这俩处地方 可以进出这个房间之后 她又找来了宾馆负责人,问了一下监控记录的情况 对方表示,监控记录一直在正常运行状态 只是根据警方的要求,在警方现场勘察期间关闭过 金队长思考片刻,喊对方给自己提供一下警方离去之后的监控记录 工作人员立即照做 第二天一早,金队长又来到了死者江郑宇 生前工作过的人川私立医院 他也很快找到了见过江医生最后一面的那位实习女医生敏锡珍 面对金队长的一些提问,敏医生显得有些扭捏且害羞 几乎是一问三不知 显然他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与江医生的偷情关系 案件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局,几乎找不到任何线索 金队长这边还在忙碌着调查江医生遇害案的时候 市区某会所包间再次发生命案 而蹊跷的是,死者竟然是江医生的同事 仁川私立医院高镇诸副院长 金队长再次找到了法医高检 看着两具冰冷的尸体,高洁感叹 两个人的死因几乎被完美复制,分毫不差 凶手同样是右撇子 同样使用了独特的刀具 具有同样的作案手法 这样一来,两个案件合并成为了连环杀人案 既然两个死者都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 考虑到其身份的共同点 金队长再次找到了女实习医生米西珍 对方再次见到金队长,显得十分不悦 金队长则顾不得这些,询问对方 第二个死者高副院长的为人 以及在医院是否跟其他同事结过仇 对此,敏医生表示 高副院长人品出众 对同事和下属,甚至是护士 态度和蔼可轻,所以不可能结什么仇 而对于两个死者的关系 敏医生的答复是 两个人是大学同窗,也是私交很好的朋友 说完,又想了片刻 貌似想起了什么 接着又告诉金队长 实际上,仁川私立医院除了江 高两位医生之外,还有一个叫李其旭的医生 私下关系非常不错 他们三个人都大学同窗 不过,这位李医生早已辞职 自己开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 此时,老崔和小朴也来到了这家医院 他们则根据金队长的安排 找到了长期在这家医院做病人看护的两位大姐 只是,两位护工大姐在医院 貌似讲话不是很方便 于是老崔和小朴与金队长会合后 邀请他们到一家烤肉店喝酒吃肉 顺便聊一下江、高、李三位医生的一些情况 几杯酒下肚 加上金队长等人的鼓励 两位护工大姐 你一言我一语地 讲述了关于三位医生有关的一件传闻 原来,十年前的某一夜 这个城市下了一场50年难遇的暴力 此时,一辆急救车送来了一位发生交通事故而昏迷的女生 女生看起来不到20岁 虽然处于昏迷状态 但仍然能看得出女生娇美无比 肌肤盛雪 容色绝丽 犹如仙女一般 自被推进急救室的那一刻 众人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男医生们不禁看得呆住了 在该医院已经工作很多年的大姐 至今仍然记得 看到这位女病人之后 现场本来不停奔走于各个病床的几位男医生 都看着这个美少女迟迟不肯离去 其中就包括了 当时还是实习医生的江医生和高医生以及李医生 后来 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 医院的看护们相继听到了一个传闻 说这家医院有三位年轻的男医生在半夜 竟然轮奸了这位仍在昏睡之中的美少女病人 而传闻中的这三位男医生 大家都说 就是江 高 李三人 听说 他们三个人对美少女的迷奸不止一次 这下 案件的侦破工作 终于有了转机 当晚 告别了两位护工 金队长独自下班回家 而走进家附近的小巷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 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 竟然有一家肉食店还在营业 金队长有些诧异 他记得 这个肉食店白天经常处于关门歇夜状态 为何半夜才会开门营业呢 于是 好奇心的驱使下 金队长轻轻推开门 探头看了一眼 只见肉食店内 有个穿性赶红裙的女人熟练地在切排骨 期间 女人竟然在大腿上抽出了一把弯道 这个十分不协调的一幕 让金队长顿时目瞪口呆 此时 女人貌似注意到了身后的动静 回头望了望门口 这下 两个人四目相对 片刻之后 金队长才回过神 发现自己有些失态 于是 急忙避开了对方犀利的目光 没有说一句话 尴尬地离去 当天晚上 金队长发现自己竟然失眠了 不知为何 虽然今天只见过一面 但肉食店的那个美艳女人 不断出现在她的眼前 想着第二天 还有凶杀案继续追查 她也想了各种办法 比如 数跳蓝的绵羊 但是 整个晚上 竟然数到5733只绵羊 她的脑海中 仍然全是肉食店美艳女人的影子 在这样的半梦半醒之中 金队长度过了一个 十分煎熬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 金队长拖着疲惫的身体出门 而在经过那家肉食店的时候 她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接着 她便看见在老老少少的男人们的欢呼下 美艳女人走出了肉食店 并直接走到了她的面前 金队长则看着对方 再次陷入目光呆滞且失语的状态 此时 忽然泼来的一盆水 让金队长瞬间恢复了清醒 小美见状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以为没人 下次你最好避开 说完 转身又走进了肉食店 虽然对方没有道歉 说出来的话也很没礼貌 但不知为何 金队长发现自己竟然没有生气 随后 她只好回家换了一身衣服 来到了传闻中 三个禽兽不如的医生之一的李齐旭医生 所经营的美美整容医院 当她说明来意后 她也很快见到了这位李医生 金队长表示 李医生的两位好友 姜 高已经遇害 凶手下一个目标 很有可能是李医生 听闻 对方有些差异 而金队长接着称 凶手的目的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 他们三人十年前 对昏迷的美少女病人 所做出的猪狗不如的事情 而报仇 听闻李医生勃然大怒 立刻赶走了金队长 而在离去之前 金队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刚才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想看看李医生的反应 说完起身离去 只留下用愤怒掩盖慌张的李医生 因为这些天 有了不少新的线索 回到警署 金队长和小朴 老崔等人给赵科长 汇报了两起凶杀案的 最近进展情况 汇报完毕 金队长也布置了 接下来的工作方向 第一 秘密跟踪李医生 在凶手对此人下手的时候 第二 调查一下 仁川私立医院十年前 入院治疗过的 16岁到19岁的女患者名单 当天晚上 金队长便带着小朴 开始秘密跟踪李医生 只是 金队长当天明明提醒过这个家伙 有人可能在找他复仇 可是 此人貌似并未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晚上衣着光鲜地出门 并来到了市区有名的酒吧 见到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走进酒吧 金队长很是无奈 只好带着小朴下车也走进了酒吧 这家酒吧 此刻正是客人最多的时候 茫茫人海 根本看不到李医生的身影 金队长决定与小朴只好分开寻找 他自己来到包房区 小朴则留在大厅 金队长这边还在不厌其烦地 每个包间挨个寻找 找了很久 才在一个包间 找到了与三个妖艳女子 一起喝酒的李医生 此时 刚好从对面走过来的服务员 见到他的盲目举动 立即上前准备制止 就在此时 小朴也刚好赶来不小心碰倒了 服务员手上的冰筒 却在地面上发现了一把锋利的弯刀 小朴惊呼地举起了弯刀 而金队长则马上明白了 这把刀与刚才奇怪面容的女人有关 于是 他急忙追了过去 女人则立即逃跑 两个人一前一后 穿过酒吧大堂 又从酒吧后门逃出 并在大街上一阵奔跑之后 跑进了正在关门歇夜的地下商城 不过 这个女人 虽然穿着高跟鞋 但伸手却非常敏捷 在一个出口铁栅栏 即将关闭之际 女人一个滑铲顺利逃出 却留下了一边干着急的金队长 随后 金队长重新回到了办公室 他回想了一下脑海中今晚 这个神秘女人的所有画面 还有法医高姐 关于作案凶器的描述和小嫖 捡到的那把弯刀 以及酒吧附近的街道监控中 留下的神秘女人的影像 接着 他又看了看第一个凶杀案 即高医生 在某宾馆遇害案中警方撤走后 大堂中的监控视频 其中一个女人的背影 吸引了她的目光 从身高 体型来判断 两个身影很像 从而也解开了第一个凶杀案的谜题 金队长推测 凶手胆大妄为 竟然提前躲藏到凶杀案现场 而戴敏医生离去之后 杀害了高医生 接着又继续躲藏在凶杀案现场 待警方勘查之后才离去 第二天早上 金队长再次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现在凶手基本确定是一个女人 所以 他要求老崔重点 跟一些黑帮打听一下 特别会耍刀的女人 接着 他也询问了上次布置下去的 关于仁川私立医院 十年前 16岁到19岁的女病人名单 小嫖表示 根据调查 符合这个条件的 只有一个人 叫雪炫 但她有个更响亮的名字 叫雪秀珍 众人听闻大吃一惊 他们实在没想到 连续两年在国外著名影展 获大奖的漂亮 而性感的女明星 雪秀珍 竟然也被牵涉到这个案件之中 而且 根据目前的线索来看 这位人气很高的漂亮女明星 很有可能就是 当时被三个禽兽不如的医生迷奸的受害者 于是 警方很快联系上了雪秀珍 对方虽然是万众瞩目的女明星 却并没有什么架子 爽快同意到警署接受问询 审讯是 金队长开门见山 询问对方是否认识江 高 李三名医生 雪秀珍表示 自己并不认识 接着 金队长关闭了笔记本电脑 问起了十年前 仁川私立医院的那段传闻 对方听闻 若有所思地表示 那时候 雪旋全城都处于昏迷之中 所以 他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另一边 老崔也有了新发现 根据金队长的命令 他专门调查了一下 结果 听说本地七星派王老大之前 遭遇到一个持刀女人的袭击 于是 老崔将王老大传唤到了警署 面对金队长的提问 王老大称 自己之前偶遇了一个 脸上戴黑色面具的神秘女人 看着面具女人身材火辣 眼神勾人 于是主动上前调戏 但没想到 面具女人身手非常的得 竟然直接抽出了一把刀 攻击了王老大 最后 王老大在手下们的拼死护送下 狼狈逃逸 听到对方说 女人有一双勾魂的眼神 金队长的脑海中 不知为何闪现出了酒吧中 逃走的那个女人 以及她的梦中 情人肉食店老板娘小美 另一边 李医生起初并不相信 有人为了十年前的事情 而找自己复仇 可是 当她后来从警方那里听说 有人那晚 确实准备对自己下手后 李医生深感恐惧 于是 她偷偷拿出了注射器 给自己打了一针 并慢慢闭上了眼睛 这下 迷迷糊糊之中 她的思绪回到了 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正如护工所描述的一样 当时还是实习医生的江 李俩人 一下子就被血迅的美貌 所吸引 后来 在休息的时候 高医生发现江 李两个人一直在发呆 问起原因 才得知 医院来了一个容貌 惊为天人的美少女病人 当天深夜 起了色心的李医生 走进血迅的病房的时候 发现 江医生已经站在 血迅病床旁边发呆 李医生笑了笑 喊她请量快一点 因为后面 还有人等着 说完走出了病房 过了一会 气喘吁吁的江医生 走出了病房 而等得 早已不耐烦的江医生 拍了拍高医生的肩膀 然后笑眯眯地 走进了病房 最后 当她走出来的时候 李医生已经在门口等了一会 两个人对视了一下 随后 李医生也走进了病房 当天雨确实吓得很大 而且还伴随着天雷和闪电 此时的李医生 从迷幻的状态中 渐渐恢复了清醒 可是 她的噩梦并未就此结束 之后的几天 她也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发着脾气 甚至作为整容医生 在进行整容手术的时候 她竟然出现了一些幻觉现象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病人 恍惚间觉得就是十年前 被监污的那个美少女血血 这让她经常心跳加速 始终处于恐慌之中 当天晚上 金队长忽然接到了老崔的紧急通知 李医生竟然在自己的家中遇袭了 她急忙赶到了医院 见到了老崔才得知 李医生在自己家客厅喝酒睡着之后 竟然遭到了凶手的袭击 还好 她的女儿听到了动静 突然从卧室跑了出来 这可能让凶手有些意外 而趁这个机会 李医生随手拿了个水果刀 刺伤了凶手的大腿 另外 当时负责跟踪保护李医生的巡警 刚好在换班之中 所以凶手又仓皇逃离 金队长又问了问李医生的伤情 老崔告诉他 已经紧急处置 并没有生命危险 忙碌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 金队长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准备回家休息 其实 他心里早就有了一个怀疑的对象 但因为有些私心 所以金队长始终没有说服自己 见肉食店还在开门营业 他思考片刻 怀着有些忐忑不安的心 走进了这家肉食店 随后 他一言不发地看了一会 小美和他身后的那些刀具 接着忽然问 他们俩是否在其他地方见过 小美没有承认 但也没有否认 接着 金队长随意买了一些牛肉 并主动邀请对方一起吃烤肉 小美称 自己是素食主义者 所以无福享受 说完准备转身离去 此时 金队长无意中发现 这个女人竟然一蹶一拐地走路 他当然也记得 凶手袭击李医生的过程中 大腿挨了一刀 于是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他再次邀请对方一起吃素食 没想到 小美竟然同意了 随后 小美请金队长 坐到了肉食店里面的客厅 并用苹果招待了他 与此同时 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 再次出现在李医生所入住的医院 并干净利落地打晕了一名巡警 接着又袭击了李医生 高价聘请的私人保镖 一番搏斗之后 私人保镖也被面具女人打晕 将睡梦中的李医生迷晕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她带出了医院 金队长这边 还在和小美对视着 吃起了苹果 俩人一言不发地吃了一会 金队长却忽然将剧烈反抗的小美 推倒在餐桌上 并把对方的裙子掀了起来 这下 他也看到了大腿上缠着的绷带 金队长不知说什么好了 此时 小美却一把抱住了金队长 并送上了热闻 金队长这一刻 也开始失去了理智 毕竟眼前的这个女人 自第一眼见到之后 让他茶不思饭不想 于是这一晚 金队长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美妙时刻 待激情散去 金队长忽然接到了老崔的电话 李医生出事了 当他和老崔 小朴等人匆忙来到医院病房时 发现房间内显得有些凌乱 显然 李医生被人强行带走了 他们马上又来到了医院监控室 并通过监控视频画面 看到了一个面具 女人用推车推着昏迷中的李医生离去的画面 第二天早上 闻到丰盛的大批记者纷纷围住了警署赵科长 面对记者们连珠炮事的提问 赵科长只能用一句 无可奉告来推脱 进入办公室 赵科长再次召集了金队长等三人 并将他们痛骂了 最后 他也下了死命令 无论如何 必须现其破案 当天晚上 忙碌了一天的金队长下班回家 经过肉食店时 他再次停下了脚步 其实 在李医生被绑架事件爆发之前 金队长已经认定了小美 就是杀害江高二人的杀人凶手 可是 从医院监控视频来看 显然凶手另有其人 这么一来 金队长终于放下了对小美的怀疑 再次陷入了小美的温柔箱之中 另一边 被面具女人绑架的李医生 此刻被带到人际罕见的郊外 一个废弃教堂内的塑料大棚之中 渐渐的李医生恢复了清醒 可是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环境 而且 双手双脚都被绑复 这让她顿时感受到了莫名的恐惧 她拼命地呼救 可是 不管她喊的声音多高 喊了多少次 始终没有人应答 过了一会 她看见一个驼背老太太 和面具女人 一前一后地出现在塑料大棚之外 李医生急不可待地喊老太太 救一下自己 老太太则一步一步地 来到了她的面前 淡淡地说了一句 该收拾一下了 花音刚落 身后的面具女人突然冲了过来 并抽出了胡爪刀 手起刀落 将李医生两个手腕的动脉割断 李医生疼痛难忍 顿时晕了过去 老太太却拿着拐杖 扎了一下她的下身 这下李医生重新苏醒 老太太又把头凑了过去 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 你该享受一下了 说完 把她的裤子拉了下来 李医生不断哀求对方饶过自己一命 可是 老太太却没有理会 转身走出了塑料大棚 面具女人 此刻也来到大棚之外 并将早就准备好的铁笼中的狼狗 放了出来 这下 狼狗直接冲到了李医生面前 将她的下半身咬得稀烂 第二天早上 温柔相中的金队长 再次接到了老崔急促的电话 有人发现李医生的尸体了 老崔急忙穿戴整契准备出门 只是离开之前 不知为何小美 显得十分依依不舍 随后 金队长匆忙来到了发现 李医生尸体的胶外废弃教堂 法医高姐早早来到现场 完成了现场和尸体的勘察工作 随后告诉金队长 凶器应该和之前的高 将案件中的凶器是一样的 但是 这次凶手却是个左撇子 现场勘察完毕 金队长等人一起用早餐 此时 电视新闻中播报了一件娱乐消息 由雪秀珍主演的电影《肉铺》 在国外影展展获大奖 而雪秀珍在电影中 所表现出来的十几岁到七十几岁的演技 得到了众多专业影评人和观众们的好评 此时 电视屏幕中 刚好也播放起了雪秀珍主演的《肉铺》中的一个片段 雪秀珍所扮演的老太太出现的那一刻 金队长感觉有些面熟 想了片刻 他终于想起来了 这位老太太 曾经在小美的肉食店出现过 当时 他还帮着老太太开过门 看着电视中的雪秀珍 又看了看广告图片中的雪秀珍 金队长脑海中浮起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想到此 金队长马上回到警署 把自己的这个发现汇报给了赵科长 他希望赵科长能批准他传唤并逮捕雪秀珍 但是 因为他拿不出任何证据 仅凭自己的推测 所以赵科长并没有同意 此刻 金队长陷入了苦闷之中 如果出于警方的职责 此刻他应该将小美抓起来审问 但是毕竟这个女人 是他深爱着的女人 他实在不忍心这么做 思考良久 金队长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来到了肉食店门口 可是 此时他才发现这家店面竟然大门敞开 店招牌和里面的各种肉类 以及小美都不见了 金队长马上给小美拨打了手机 可是对方的号码变成了空号 此刻他也想起来了 怪不得早上小美显得那么依依不舍 过了几天 雪秀珍终于结束了国外的工作 回到了国内 金队长则第一时间将她传唤到警署 面对金队长的各种提问 雪秀珍全程只是一句话 找我的律师问吧 最终 雪秀珍还是被赵科长释放 而事业和爱情双受打击的金队长 却提出了病假 彻底将自己锁在家里闭关粉丝 不问时事 闭关很多天之后 某一天 金队长忽然被从电视中播报的两条新闻 吸引住了目光 第一条是 国外获大奖的人气超高的女明星 雪秀珍 回国之后 积极参与帮助弱势女性群体的活动之中 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第二条则是 一个叫天安的城市 再次发生割断颈动脉杀人的凶杀案 死者是一名非法高利贷从业者 根据当地警方透露 死者生前经常把没能力还债的女人 倒卖给一些黑帮组织 这下 金队长似乎嗅到了小美 的作案味道 于是立刻驱车来到了天安市的案发现场 并仔细观看了死者的伤口等情况 显然 凶手的这个手法 他再也熟悉不过了 鉴于死者是黑帮成员 于是 金队长再次找到了王老大 而在金队长的恐吓和威胁下 王老大交代 自己遭到袭击之后 曾经叫手下门调查过 后来 终于让他得知 有一个叫马老板的人 一直在接各种杀人的委托 而这个马老板 据说收养了个小女孩 后来经过长年的培训 这个小女孩 渐渐变成了他的杀人工具 听说 平常这个女孩 有时候会在郊外 某处非常慌僻的一个屠宰场 找得到 接着 金队长详细打听了 这个屠宰场的地址后 立即驱车前往 经过一路跋涉 金队长果然找到了 这个屠宰场 想着 马上能见到自己 又想见 又怕见的小美 金队长心情五味杂陈 走进屠宰场 他也终于看见了 失踪很多天的小美 此刻 想着自己层上了 这个女人的档 金队长很是愤怒 甚至还把枪掏了出来 但是 小美却一个飞刀 将她的手枪 打进了火炭之中 随后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一起 不过 小美对金队长还有感情 于是处处点到为止 反而被金队长 抓住了个机会 打翻在地 小美没有继续在反抗 而是喊金队长 想杀想抓随便 金队长却喊他闭嘴 他此刻 只想问小美 是不是欺骗了他的感情 小美看着恼羞成怒的金队长 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流下了眼泪 随后 金队长做出了 令所有人颇有些意外的决定 他回到警署 竟然向赵科长提出了辞呈 赵科长见状严厉 责问他辞职的理由 但金队长 只是向赵科长鞠躬致歉 随后一言不发地离去 一个月后 经过四处寻找 金队长在另一个城市的郊外 再次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肉食店招牌 见到金队长 小美有些意外 询问是否想好了抓捕自己 金队长却告诉他 自己已经辞职了 所以不再遭受内心的煎熬 两人四目相对 惺惺相惜 再次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 金队长睡了个懒觉 醒来发现小美 在外面忙碌着什么 而他本想拿手机看下时间 却不小心将手机 掉落在床头柜的盒子之中 接着 他又在盒子里面 发现了一本相册 相册中 是小美从小到大的一些照片 金队长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无意中看见了小美 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的合影 照片中 一个小美是左撇子 一个小美是右撇子 原来 小美竟然是双胞胎 这就给金队长之前 一些难以解释的线索 有了个最终答案 比如 一个人在陪金队长的时候 另一个人去绑架了李医生 还有 将 高二人是右撇子做的 李医生则是左撇子做的 当然 已经不是刑警的金队长 此刻只有一个疑问 跟她相好的小美 到底是姐姐 还是妹妹呢 电影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完全和我们认知不一样的结局 这部电影的导演 却不走寻长路 除了这么一个警察 为了爱情和心中的正义辞职 最后杀手和警察 过上了幸福快乐生活的大结局 着实让人想不到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感谢您一直观看到现在